接著請許議員會議質詢45分鐘 議員請 謝謝議長 各單位主管 各位媒體明治先生 各位議員先進 安蘇維 高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首先我先來恭喜一下我們 觀光局 我們的曾子文曾局長 過去也擔任過我們明任局長 擔任過副秘書長 所以現在剛接任兩三天 可以說對我們觀光局的這方面的業務 可能還是在熟悉的一個階段 還在摸索一個階段 那我想因為政務官本來就是跟我們的市長同進退 那等於也是我們市長身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幕僚 所以如果能夠在局處市裡面呢 能夠把自己本身分內的業務的工作做好推動 其實就是幫我們的市長加分 但是相對的如果自己的業務範圍之內沒有嚴格把關 沒有符合我們市民的要求跟期待 那我想這樣的政務官也會岌岌可危 所以我想本期今天大概有鎖定一些議題 要特別來請教一下我們有一些相關單位的局長 立地主管 還有跟市長做一些探討 那首先在這個地方我還是必須要花幾秒鐘的時間 我今天來提議一下 市長老實說 我真的針對我們民進黨籍的議員 在議事廳裡面 因為夾雜著過半數的這樣一個優勢 結果吧 本來定期會一個議員應該總質詢時間60分鐘 自公 刪減成為45分鐘 每半年才一次的總質詢 60分鐘針對這麼多的局處是 半年當中 基層的問題非常的多 一個議員已經很難能夠在60分鐘 表達所有選民的需求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的市長不可能了解基層所有的問題 我們才需要這麼多的議題主管 來協助這麼多辛苦的公務人員 來幫忙推動我們的公務 但是 我們刪減只剩45分鐘 你說一個民代累積了半年的服務案件 45分鐘到底能夠表達什麼樣的議題 只能夠選擇性的 所以我想在這個地方我也必須 真的這個部分我要表達我的不滿 我也很希望未來 我們的市長這任當中還有兩年半 兩年半 我希望這樣一個不公平 剝奪我們高雄市民朋友 來也一方面也來監督民意代表 他選出的民意代表 到底有沒有認真在監督我們的公部門 讓我們的市政更加順暢 這個也是市民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權益 但是我們民進黨籍的議員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60分鐘這麼短還要自攻 只剩下45分鐘 所以我想市長 這個部分 當然很多民進黨籍的議員 以你身體為重 過去 你也曾經身體有點微樣 每個人都會生病 即便總統都一樣 我們可以體諒 但是 你也需要多增加一點時間 在議事廳裡面去聽取各種不同選區 議員反映的心聲 因為這些議員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都市的 有偏鄉地區的 那尤其我們合併已經五年半之多了 我們到底 我們城鄉差距 縮減了嗎 我們高雄真的是一個宜居的城市嗎 市長 你需要去了解這些問題 還有 你經常 有你的官派的車子到處去視察去巡查 有沒有去發現 我們原高雄縣 跟原高雄市 不論是硬體的設備 軟體的部分 包括人文 氣息 藝術這個部分 是不是都有很明顯的落差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忙 我們原本的高雄縣民 去提升它的水平 環境很重要 前幾天啊 我身為公務委員會的委員 前幾天 剛好有個機會 我特別指定的 柏爾藝術特區 去考察 這個不是在公務範圍 但是我為什麼特別去看 這個地方對本席來講 不是我的選區 也沒有選票的挹注 但是為什麼我要去看 因為我想 一個民意代表 不能夠僅就於自己選區裡面的問題去解決而已 因為我們是高雄都的市議員 不是只有一個選區的議員而已 我們應該要不斷的充實自己的 專業的問政能力 提升自己的水平 才能給我們的一級主管 給我們的市長更好的建議 縮短這個成像差距 結果我看了我們柏爾特區 我看了 好羨慕 但是又很感慨 好 我請教一下 我們文化局的史局長 來 史局長 因為那一天考察的時候 你沒有到了 我們獨法局的理局長 有陪同 沒關係 我先請教 我們柏爾藝術特區 大概千年後 大概花了多少經費 請回答 是 謝謝議長 謝謝許議員 柏爾藝術特區 他是從公元兩千年開始 就已經發展至近了 所以說他的經費 事實上是分年編列 而且其實有相當的 不過中央對於閒置空間 再利用的補助 所以說 可能我要會後統計一下 才能夠呈現 那是我所了解 大概剛開始是由中央補助 剛開始補助的金額其實並不大 後來我們市政府 也有自行編列預算 千年後後 不管是中央地方加起來 大概目前 耗費了大概三億多 好 你先請坐好 來我請教一下我們的那個 理局長 理局長 那天因為你也有陪同到 柏爾藝術特區 雖然這不是你的業務範圍 本席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有兩個孩子 孩子都還在念書 請教你 如果你的孩子可以選擇 你要把他送到都市來念書 還是要送到鄉下去念書 請回答 你認爲什麼樣的環境 可以讓孩子有更好的一個競爭力 請回答 我希望的孩子 謝謝議長 謝謝許燕 我希望的孩子是快樂就好 怎麼樣 快樂就好 快樂就好 局長 我覺得你有點在回避本席的問題 對 你這個是技巧性的回答 不過因為我沒有回避你 因為我跟孩子們的老師 都是跟他講說 我希望他快樂成長就好 好 很不錯的家長 但是我想可能也是因為 基於業務關係 不方便回答 你先請坐好 好 那我想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想請文化局局長要仔細看一下 那天本席特別去到博二藝術特區 還有要給我們的陳市長一些的參考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裝置藝術的櫥窗 本席在那個地方非常悠閒的 或許也可以買一杯飲料一杯咖啡 在整個博二藝術特區裡面 總共有三大館 三大館裡面大概如果套一句現代人的一個慢火的生活方式 搞不好可以還要上一整天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的裝置藝術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產品 好 我們緊接著看 裡面還有很多文創的一些創作的藝術小品 所以本席也特別把這個博二藝術特區的這個logo的這個扇子 特別做一個標示 這個地方是博二藝術特區 好 來我們看到 如果逛累了我們還可以來到哪裡 我們的微熱山丘這個地方吃鳳梨酥 喝他們很好喝的一個茶 在這個地方休息一下 那還有呢 我們的成品書局可以說是全台居灌 因為他知道我們高雄有高雄港 所以特別在成品書局裡面 也設置了跟很多港口有關的一些設置藝術 我覺得非常難得 好 那我本席為什麼要去提到這個部分 這個跟本席的選區有什麼關係呢 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對不起我們看一下海報 我們先看第一張海報 謝謝 好 利用現在在處理海報的時間 特別跟我們的觀光局長 曾局長 你過去有去過觀音山嗎 有沒有真正進入過 去爬山 或者是在山下都沒有關係 有沒有真正去過觀音山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許議員 是 有去過 有去爬過山嗎 有 爬完山下來會不會累啊 會不會累 還好 還好 但大概是沒有走完吧 可見你的體力不錯 所以你說還好 好 本席為什麼要特別出示這一張圖呢 我想 我們先從這個地理位置來做一個介紹 我想大爵市是觀音山一個很重要的地標 大爵市前面有一個他自己本身附設的一個免費的停車場 旁邊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三咬公園 這個也是在102年的時候 我們中央跟地方 大概編列了幾千萬不等的清費 來整治有關觀音山的步道 包括有很多邊坡的一些水土的保持 包括可能做植栽 包括有很多規劃停車 包括公車等等 但是本席要去強調一個重點 今天觀音山風景區啊 除了我們高雄柴山非常文明以外 觀音山風景區現在已經不是只有原本的 高雄人在爬山 來這個所有的散步 來這個地方 欣賞我們整個觀音山的山景也好 很多外縣市是包遊覽車來到這個地方 進行觀光的 所以啊 禮拜六人或許還少一點喔 到禮拜天的時候啊 遊覽車 非常非常的多 好 我們現在姑且不談停車位的問題 畢竟啊 一週當中啊 只有六日人潮比較多 一到五的時候 遊客是不多的 但是 我們在六日 湧進好幾千的人潮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的大爵士裡面呢 自己本身啊 大概有設置五六間 五六間左右的公共廁所 但是因為 由於啊 很多遊覽車業者 大概都會要求他的旅客 下車的時候先怎麼樣 第一個先找廁所 要上車之前還是要上廁所 為什麼 我們觀音山風景區 如果你來到這個三小公園 這個地方匯集之後 讓所有的遊客自由去登山 或是採買一些 觀音山附近的一些的民產的時候 我們發現要上個廁所非常不方便 為什麼 如果他不在大爵士裡面借用的話 他必須啊 要走六百八十公尺 去到我們的冰安商莊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姓 在我們大爵士的左手這個地方 走六百三十公尺 又來到我們登山入口這個地方 但是啊 我估算了一下 如果以老年人來講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附和 要走將近七百公尺的一個距離 找到廁所 那個時候已經尿可能已經憋不住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符合人性的 所以今天我們高雄市政府 編列了好幾千萬 在座我們觀音山登山步道一個診室 包括整個風景區的一個原貌 但是最基本的身體問題卻沒有解決 好第二個問題 發生下來累了 只能夠席地而坐 我們在這個三角公園這個地方呢 我們一眼望去 我們只有看到有很多愛心的民眾 他們沒有所謂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看到幾張 加總起來沒有超過三十張的塑膠椅 這個還不是公部門所提供的 這個是我們的愛心人所提供的 所以我們觀音山步女區到六日的時候 我們都是湧進好幾千人啊 不是只有三十人啊 結果呢 很多老人家 很多長輩 因為白山 疲了 就席地而坐 那旁邊呢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喜憨兒 一個利用三角公園 一個免費廣場的一個表演 那很多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可能也帶著孩子 在這個地方進行我們親子的一個互動 非常好 但是最基本的 我們為什麼這麼有名的公共地區 連公廁都必須要走 將近七百公尺 然後在三角公園這個地方 空無遺物阿 空無遺物 那到底我們的錢 有沒有真的花在市民所需要的地方 還是只是種一些花花草草 讓我們市民的朋友覺得 欸觀音山很漂亮 但是當我想要找不到的時候 我找不到 當我累了 我爬山累了 我踩滿累了 我想做一下的時候 結果要生前生贏 好來 請教一下我們的曾局長 局長 你面對這樣一個兩個問題就好了 請問你剛接兩三天 本席不是要為難你 本席是要凸顯這個問題 請問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多久可以解決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許議員 我想觀音山 在過去呢 他可以說是我們古鳳山八景一個很重要的點 有一個脆皮細造 所以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經過我們高雄市政府在縣市合併以後的改造 其實那個地方真的也已經變成是除了在地以外 在那邊運動的人 還有包括原來我們高雄市也很多人到那裡去觀光去那邊走去那邊運動 那我想在過去我們的整個整體景觀的改造工程裡面呢 我們觀音山這裡做了這個步道的整建 以及呢他有一個遊客中心跟公廁的這個整建 其實是有工程在那裡 但是整個動線的規劃到底是不是方便還有需求 我想這個部分我再進一步進行了 本席已經很明顯凸顯他的地理位置了 的確這個是在過去我們編列好幾千萬整治我們觀音山風景區的時候 所建造的 編列山莊這邊的公廁 還有登山入口這個地方公廁 可是距離停車場將近七百公尺 不要講說長輩啊 一般的年輕人被山路來疼啊 啊糟糕想找個廁所 甚至小朋友 你認為他有這個體力能夠再走將近七百公尺才能夠 所以很多遊客湧進什麼地方 大爵士 大爵士裡面只有六間廁所 這個無形當中 也打擾了大爵士裡面很多的師父 要修行的親近 所以本席希望 局長 能夠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同時呢 今天啊 因為我們只有六日遊客比較多 一到五遊客是不多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結合我們的公關巴士 比如說我們可以直接從高鐵站 或者說捷運站那個地方 拉一條專車來到我們觀音山風景區也可以帶動一些的商機 而且還可以減少我們車輛有可能會亂停的一個亂象 才能夠讓整個觀音山風景區能夠保有他原本的風光 撫昧的這樣一個景象 所以局長 這個問題大概多久可以解決 請局長回答 請回答 好 謝謝許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會盡快到觀音山去走一趟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可以分成短期的解決方案 跟一個比較中期的解決方案 因為你如果一下要蓋廁所 第一個要有地方 第二個要有經費 所以我想短期的解決方案的部分 局長 本席已經幫你找好了 在山雅公園旁邊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間卡拉OK 這是私人土地 可是因為這塊面積也還不小 但因為旁邊因為有很多的公益團體 都會在旁邊停車場這個地方呢 進行一些社團的活動 包括捐血中什麼之類的 很多中央團員也會在這個地方 做一些祈福的法會 所以老實講 這個地方是人口聚集非常多的一個地方 遊客聚集很多的地方 如果能夠在山雅公園的附近 沒有占用到民宅 所以民宅的部分 我們如果可以適度跟他溝通 進行徵收 如果價格 大家可以攤了龍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一個好的方案 所以局長 我們在規劃任何公共政策的時候 要符合什麼 要符合人性 局長你先請坐 來 接下來本席來 我來請教一下我們的陳市長 市長 你看看 我們原本的高雄市民 可以享有這麼優美的一個環境 但是 但是呢 我們原本的高雄市民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剛剛本席特別去強調一個什麼重點 環境很重要 環境影響一個人的競爭力 環境影響一個人的氣質 我去到博特區的時候啊 現場 沒有設置任何的垃圾桶 可是我很驚訝 高雄人原來也可以這麼守法 現場 沒有任何垃圾桶 竟然看不到一張的紫線 看不到 所以為什麼 當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藝文的環境的時候 人類的行為他就會自我要求 自我限制 所以我們原本的高雄縣有什麼 有這樣的地方嗎 本席非常的羨慕 來 請市長 先回答一下本席的問題 未來要怎麼樣去縮短 我們原本高雄縣民文化氣息 這方面的城鄉差距 請市長回答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為跟計畫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許議員 文化藝術 這種距離 都不是用我現在 用時間 這樣可以馬上 跟許議員說 時間多久 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文化氣質 來打進 我不敢這麼說 但是我會覺得 過去城鄉的差距 確實是存在 所以今天高雄市 在整體大高雄的發展上 我們在整個億算的編列 在高雄縣 過去的高雄縣 很多基礎建設的不足 我們現在都是大力大量 在這個部分把一些基礎建設的建設 那高雄市 原來的高雄市 它跟台北市高雄市 是國家的兩大直轄市 所以這個中間的差距是有 所以我們現在未來對原來大高雄的部分 我們就是必須要非常努力 如果像 許議員提到 大廈這個部分 關營酸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 我會請我們的觀光及陽工處 如果這個部分能夠給市民 在休閒有更大的空間 能夠做得更貼心 我覺得這個應該 這個部分很快就去處理 如果能夠讓市民有休憩 休閒 市長 我們的博特區 可以花掉我們的納稅人的錢 三億多 我們觀音山的整治 只不過花了幾千萬 我們不是用這樣比較 是要求一個廁所 要求一個座位 你廁所的 我剛已經答覆習 我就跟你說 那個地方不久 感謝你希望把這個部分 突顯精神反應的問題 那我們就這個部分 我會要求 觀光及趕快 跟我們的陽工處去 盡快 如果這個地方 也必須要針對這個地方 適性 就適合這個怎麼來處理 不是說那個椅子 親菜給它用 不是這樣 切磋的部分 廁所 我們不可能在一個觀光地點 每一百公尺 幾百公尺一個廁所 這是不可能 原來的觀音山部 倒是完全沒有切磋 沒有那個沒有切磋 是我們改建以後 在這個部分 把這些廁所改善 這個觀音山原本沒有公測 是因為之前本期 在擔任先月任內的時候 我就特別督促 我們的高雄縣縣長 楊秋心先生 那當然最後 落成的時候 是在我們直轄室的任內 好 市長你先請坐 你先請坐 本期時間有限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我們大社區啊 一個LOGO 底下 因為不好意思 這個powerpoint比較暗 這看得出來 這是 這是那個 蜜藏 蜜藏一個LOGO 這上面還有寫幾個字啊 有寫 大社區 鄉長張生復 那為什麼會寫鄉長張生復 就是因為當時 這是在我們縣市還沒有合併之前 所做的一個裝置藝術 但是我們看到 雜草重生啊 這個草機 已經快要跟我們的裝置藝術 已經快要把它淹沒了 好來 這個也是一樣的道理 草長的比 車子還要更高 來 我請教一下我們民政局 張局長 你認為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倒塌的這個鐵筆 這是什麼東西 你目前看到什麼問題 局長請回答 請民政局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許惠玉學院 這是一個燈箱 喔 這是一個燈箱 是 看得出來是倒塌 在那個地方 廢棄的是不是 應該是有一些 有一些故障 好 你先不要坐 好 來 的確是一個燈箱 這上面是 這是我們大色的LOGO 這是一個燈箱 燈箱裡面 原本是有燈管 那它是做什麼用途呢 好 我們接下來看 好 這個很明顯 是整個燈箱倒塌喔 好 這張比較不清楚 甚至我們的燈箱 還佔用我們 果室底下 汽車停用的地方 我們看到一整排 沒有一個地方是好的 好 局長 看得出來嗎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原本燈箱 的門面啊 它已經倒塌了 還有一個隱約 看得到大色兩個字喔 就是在推廣大色的農產品 是 藻石跟巴勒 我們可以看得到很明顯的 這個應該是巴勒 這個是很明顯的密掌 但是我們全部就像是廢墟一樣啊 局長 我們到現在縣市合併五年半了 我們現在因為 區長不是民選 是官派 所以很多的民意 沒有辦法上達啊 我們的區長只要面對我們的民政局交差就可以了 我們民政局只要對市長負責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民意沒有辦法上達 基層很多問題 所以剛剛有一個民眾知道本席今天要質詢 還特別去在我臉書裡面發言 希望能夠廢除 我們區長官派一個制度 因為官派沒有選票的壓力啊 所以啊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公務人員的心態 非常的保守 所以本席真的很希望明天520即將到來 改朝換代 我覺得有很多基層很不公平的現象 520很多選民有所期待 過去的民進黨 是靠民意起家 怎麼會把這樣的一個 官派的一個制度 雖然是在 不是在民進黨 執政的時代所推動的 但是 不但有人贊成啊 甚至還有人啊 希望未來 一些不是直轄式的地方 的這些的村長啊 鄉民代表 都廢除不要民選 而且全部改為 類似像官派這樣一個制度 本席真的非常的火大 局長 這是你的監督範圍 雖然你今天民選舉 局長沒有很久啊 廢棄多久了 從剛好縣市合併到現在5年半了 這些問題 沒有任何人反應 本席剛開始啊 也故意啊 不去反應 我想看看 官派來的區長 不管是誰當 我沒有針對哪一個區長 到底有沒有任何選民去跟區長反應 還是區長知道 因為沒有經費去處理 那如果沒有經費處理 為什麼我們可以編入好幾千萬的預算 在鄉長任內的時候 設置這個官免堂皇的燈箱 用來水水 撥到一個媒體的版面 可是事後的維修照顧 卻罰人問津 難道今天我們所有政治人物 只需要靠包裝就可以了嗎 我們都不用對選民負責嗎 局長 這樣的區長你要怎麼監督 要怎麼督促 請局長回答 好謝謝主席 謝謝許議員 我想這個燈箱 我們會即刻去進行一個處理 那可能我們就會把它做一個清楚 不過剛才議員有提到 這個官派跟民選 我想其實在這個議會 會期裡面其實也有其他的 我們的議員也提到 其實他們都提到說現在有官派的 由我們區公所 這邊有官派的 其實整個在行政效率跟速度上面 甚至在主動建設上面其實是提高很多 所以甚至有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其他縣市的那個鄉鎮長 能夠都比照 官派 所以我想其實 不管是官派或是選舉 都會有一定的一個優缺點 局長你聽到的是哪一方面的民意呢 那為什麼你聽到民意 跟我們聽到民意會是不一樣 我們還是民選出來的呢 會了解那個民眾的想法 局長 會不會是因為啊 有些人只是選擇性的 報喜不報憂 沒有人敢反應真正的現實的問題 就像我們一級主管 也有可能對我們的城市長 報喜不報憂 很多很嚴重的問題 市長不見得都知道 市長就以為我們高雄是一個宜居的城市 跟議員報告 我自己一直都常常在我們的里長 在我們的基層這邊 那其實也都直接跟我們大社區的里長 也有多次的這個見面跟會談 那我們隨時如果說 里長有反應什麼樣子的問題 林長有反應什麼樣子的一個問題 我們都會即刻來進行改善 局長 對不起 局長你講的還是一些官話 本席要聽的不是這個東西 本席要凸顯一個民意的基礎的力量 很多選民反對 區長官派 因為區長官派 他沒有透過選舉的機制 沒有競爭 沒有選票的壓力 所以他只要不犯大錯 就用很保守的心態 在治理整個區裡面的機制 所以導致很多的民意 很無奈 下行沒辦法上達 結果透過我們1999的專線 透過很多管道 不見得有辦法去解決 很多百姓的問題 局長 你先請坐 是 接下來本席還要去凸顯其他問題 我想在我們公務小組質詢的時候 本席特別去提出 有關我們博友一些的問題 當時本席也特別去提到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道路 重新翻修之後呢 這些廢棄的 廢棄的這些的釐清 根據現在的法令 我們市政府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就是說 抗起來的點子 基本上都是由原本的承包的廠商 用一成的得標的價格買回 買回之後呢 如果自己本身有利清廠 就堆積在自己的利清廠 如果沒有 就必須要寄放在別的利清廠 就導致很多廢棄的一些問題 所以當時呢 本席特別也請教了一下 我們公務局的趙局長 今天我們的利清裡面有分兩種 我請市長要仔細看 市長 我們利清有分兩種 一種叫全新的 一種叫再生 目前我們高雄市政府 用的是全新的利清 那為什麼用全新呢 因為過去啊 就是可能也擔心 有某一些的得標的廠商 可能在用再生利清的部分 在這個新就料的一個配置的比例 沒有按照這樣一個規定 所以導致它的穩定性沒有那麼高 但是今天我們不能夠因業廢食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老實說 因為有很多的道路啊 為什麼會有這種軍列現象 是因為我們全新的利清 安全性的點子 它必須要經過我們的高溫超過兩百度以上 但是就是因為超過兩百度以上 它很容易產生一個脆化的一個現象 就是很容易會引起 尤其呢 如果是我們的一些重車 經過像大卡車啦 油罐車之類的 只要擋車 經過的時候 它很容易導致變形 所以依照規定我們目前高雄市政府 這些得標博友的廠商 他們的保固期是兩年 但是問題是很多的道路 根本沒有辦法撐到兩年就已經壞掉了 所以本席啊 也特別去請教一些的專家 現在很多的中國大陸 包括有很多歐美地區的先進國家 現在都用這個SBS 中文叫做熱可塑性彈性體 這個彈性體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啊 它可以耐熱 也可以耐寒 那尤其呢 台灣又是一個很潮濕的一個氣候的一個環境 尤其啊沒有季節即將來臨 很多地方都是因為我們風災過後 我們的道路損害也好 各方面就因為濕氣太重 水氣太多 導致我們的博友不斷的在翻新 但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公務單位 民政單位 一年所編列的 重複博友的預算 根本不夠啊 不夠 那怎麼樣去彌補我們的成像差距 我們由於高雲縣民 連一個最基本的安全的博友路 的行使權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當時我特別請教一下我們的趙局長 局長跟我說我們高雄市政府目前為止 還是用全新的瀝青 全新的瀝青 但是有在考量我們八米以上的 五坑考量來用再生瀝青 那市長本時要特別去強調 再生瀝青有什麼樣的優點呢 它是百分之六再會挑新療 百分之四再會股療 那為什麼舊料我們一般人會認為 穀的東西不是比較不好嗎 錯了 就是因為我們的舊料當中啊 它在重製的過程當中 它會產生一個焦料變質 焦料變質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變質的東西為什麼要用 就是因為它會產生焦料變質 所以 它的東西會變硬 變硬之後它可以承受 比較重的壓力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如果我們可以在博友裡面 添加我們的SBS 熱可塑性瀝青體 它不但可以耐寒 可以負四度C以下 它甚至啊 它的用量也不多啊 如果今天我們考不到成本 它的成本啊大概它的用量 只需要我們釐清重量的三至六趴 雖然它的成本是這樣釐清 一倍以上 它成本的確比較高 可是它只要四度添加 它可以用來做很多很多用途 它的用途很多 但是本期只是挑選幾樣 好那可以有什麼樣的一個重要用途呢 重宅的交通路面 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耐壓 第二個 它針對高低溫差大的地區的路面啊 它的可塑性很高啊 它可以耐熱100度C以上 因為我們高雄不可能熱到100度C以上吧 不可能吧 頂多到人體體溫吧 它還可以耐寒 所以遇到下雨天的天氣 遇到冬天我們不怕 還有它的透水性路面非常好 所以日本啊的政府啊幾乎全面性幾乎都是用很多的再生釐清 就是因為它的透水性的路面的效果非常好 包括它有添加SBS這方面的一個熱可塑性的彈性體 所以市長 與其不斷的去浪費 我們選民納稅的錢 我們為什麼不要做一點技術性 一些方法的一個改變呢 為什麼我們公務單位還是沒守成規 一天到晚在挖馬路 在三四年前本市曾經質詢 我們鳥宋區美山路十九月裡面開挖四十四次 百姓苦不堪言 當時市長也特別去視察之後 後來動用了我們的預備金 花了915萬 把它全部重新刨鋪 當然那附近的市民朋友也非常的感激 但是市長 我們可以銀行做的工作 我們是這樣要亂講的做 如果今天一條博友 它可以耐用不止兩年 甚至可以超過五年十年 那我們只要施工一次就可以了 可是今天你為了要節省經費 因為我們如果全部都用博友 或是用全新的博友 它的耐受性可能不高 可能不到一年坏掉了 结果选民反应之后反应给明代 明代又要来争取经费的时候 结果又重新再刨除 刨除之后这些的东西呢 这些的利青 又回到我们的利青厂 堆滞在那个地方成为废弃物 又制造我们很多环保的问题 那为什么今天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们不去做 我们不去改进 一天到晚在挖马路 一天到晚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生活在一个行测不安全的恐惧当中 市长 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吗 我们赵局长说他现在有在研究 八米以上他会用我们的再生利青 好 那本席要请教一下我们陈市长 我已经用几分钟的时间 分析的非常的透彻 陈市长 您的看法如何 请市长回答 难道你坐在我们官派的座车里面 去视察我们基层的时候 难道都没有发现我们原本的高雄县的路面 颠簸不堪 会非常严重吗 甚至坐在车子里面就像在骑马 在跳动路面一样吗 市长 好 谢谢 谢谢议长 特别推荐用SBS 这个一个新的这个可塑弹性 这个部分 它是塑胶跟橡胶的一个合成品 这个都是如果这个部分我都请公务局依照专业的判断 我是认为应该找专家在合格的实验室 针对全新再生的历青或者SBS等等 来进行稳定性还有它的联制 我觉得这是很好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用开放的态度 那用科学的依据 那我请我们的公务局就这样处理 市长 谢谢你的答复 本席期待 本席期待还有两年半的时间 我不希望所有的民态在这个地方 应试听 只会批评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那我也不希望说所有的民态在这个地方 凸显了问题之后没有去做追踪 然后我们的官员就认为 反正议员咨询完了事情也结束了 不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存在已久 所以刚市长已经很明显的答复我们的市民朋友 如果今天 我们 可以跟我们的国际性的技术来接轨 很多邻近的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过去早期 我们认为中国大陆是不如台湾的 现在台湾不如中国大陆 这是国家之耻 如果连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行车的安全 我们的政府都做不到 这个还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这个到底要骗谁 到底要骗谁 所以今天最基本的 我们的十一柱形 是应该要保障我们市民的权益 把十一柱形 这些最基本的 人类的需求 先把它做到了 市长 搞不好连在野党都没有了 全部都给你鼓掌 对你肃然起敬 最后几分钟时间 本席再凸显一个鸟松区的问题 这是我们鸟松区松一路 这是一张空照图 从空照图当中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条松一路 它是成一个L型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本席在现场所拍的 截取两张的画面 这个是L弯道 加上什么 下坡 这一张 是上下坡都有 是一个很明显的S弯道 一个下坡 一个上坡 我们很明显看到 机车跟 汽车是在增道的一个状态 非常的危险 如果后方有汽车追随的话 很容易这个机车其实就受伤了 好 那我们很明显看到 这部车在下坡的时候 也可能是因为重力加速度 下坡的关系 如果车速过快的话 你看它很明显是压到白线的 如果旁边如果 有我们的机车骑士 也非常的危险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个上坡当中 其实它是不容易去看到 左侧的来车 为什么 因为它视线长 有一些的视野的一个障碍 所以本席为什么要来凸显这个议题 因为啊 在我们的 好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两次去送一路 交通事故一个分析表 从去年的五月到今年的四月底的时候 一个统计 我们就发现 一年当中我们A1的车祸 有两件 有很不幸 两个人已经死亡 一个人受伤 但是本席要去强调的 不只是A1的车祸 包括A2 A3 总共是56件 56件当中 当然还不包含有一些 没有报案自行和解的车祸案件 然后呢 这当中 车总分析最多是什么 是机车 为什么呢 汽车至少啊 还有这些外壳可以保护啊 它不会直接冲撞啊 但是机车 肉 肉是包体 所以它是直接就会受害 那当然因为 我们高雄都 它是一个工业城市 机车组非常多 非常多 这个比例偏高 也有可能是因为机车组 很多的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啊 它是呈现一个 S1道的关系 而且啊 本席特别去现场啊 开过很多次 这个在本席的选区 这个S1道 市长 你不知道多恐怖 总共七个弯 一条道路 两公里长 总共有七个S1道啊 所以今天 如果有些驾驶者 他在刮上下班 他在刮要带孩子 他在赶时间 如果精神没有很集中 很容易就发生车祸 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件 竟然没有任何人来反应 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旁边 我们有设置一些 一些人行道 这个地方 其实过去 有规划一个 类似自行车脚踏车道 可是感觉上 很少人在使用 所以第一个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可不可以先进行 把一些的 我们已经没有再使用的 自行车道 把它进行路面的拓宽 至少让他这个S1道的 这个视野的一个障碍 可以减少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发现 他标示的一个路标 不够清楚 他只是 他只是指示我们的驾驶者 你要寻着这样的一个标示前进而已 可是他并没有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S1道 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生 重大车祸的一个弯道 很危险 我们的机车 汽车骑士 你要小心 所以市长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 但是 攸关到 我们很多高雄市民 很多甚至外县市的朋友 来这个地方 行进了路线 由于松一路到晚上的时候 照明的设备不足 所以有时候我跑完行程 我也尽量少走那条路 因为非常的危险 当然照明的这个部分 我们很快来解决 这是小事 但是 这个松一路呈现七个弯的S1道 是非常之危险 所以市长 这个问题要该怎么来解决 请市长回答 请回答 谢谢 谢谢习一言 松一路这个问题 因为你说有好几个 整条松一路 因为它是一个山路 当时建路的过程 就依照整个最自然的山的形状 没有去破坏 那是早期的设计 那现在如果松一路这个部分 我会觉得我们的交通局 会同我们的公务局交通大队 你们包括 应该早出 有没有可能要怎么去改善 减少它的弯度 减少它的危险性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请我们的交通局 会同我们的公务单位 来找出可以改善 那我们如果可以改善 如果能够让市民更安全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做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我们 市长 这个部分来处理 前几天 中时的媒体专访 市长说要做一个 令人怀念的市长 我们还有两年半的任期 我们期待 刚刚市长所提的 我们的松一路S1道 很容易造成死亡车祸 要改进 要进行现场的会刊 第二个 我们的博友 考虑使用再生地青 以及SBS 我希望这两点的承诺 我们的市长 包括我们的观山 整治 我希望这个部分 我们市长要履行的承诺 来对我们的市民朋友 来交代 以上是本席的资讯 谢谢许议员 许议员跟您报告 我们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大会期间仍然维持70天 并没有增加 但是我们的议员 从44个变成66个 所以我们如果总执询的时间 占了太多的话 也会影响其他的效率 所以跟议员报告 我们总执询 虽然总共少了990分钟 但是我们增加业务部门 执询的时间 1440分钟 其实议员的执询权力 并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请您谅解 那以前我们当高雄县议员的时候 咨询时间也是45分钟 也没有比我们当高雄县议员的时候 的时间少 请谅解一下 谢谢 休息10分钟